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高校办公 从新手到高手制XL片 我们在使用数据透视表进行分类汇总求合的时候呢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比如这个表格当中 我对这个表格创建了一个数据透视表 现在我希望根据资产名称这一列进行一个分类求合 求合的数据列呢是面积 但是我们看到求合的结果呢 全部都是零 仔细观察一下面积这一列 我们不难发现原因 我们的面积数值和单位呢 填写到了相同的单元格当中 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 这样填写的方式呢 就把我们原本的这个数字变成了一个文本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需要把数字和单位拆分成两列 拆分的方法呢 也不难 我们可以使用前面已经非常熟练的分类功能来实现 首先我们选择这些单元格 然后点击数据设计卡 点击分列 勾选分格符 点击下一步 因为我们这个数字和单位之间呢 是用空格来间隔的 所以我们勾选空格 然后点击下一步 点击完成 这样呢 我们就快速的把面积和单位呢 拆分成了两列 然后我们点击右键刷新数据投资表 这样我们来看这个面积呢 就计算出来了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这个单位当中既有平方米又有母 所以我们需要针对这个面积呢 进行一个转换 我们再添加一个辅助列 我们比如叫做统一单位 然后要把米和母转换成母 统一转换成母 这样我们就需要针对原有的面积呢 乘一个系数 进行一个单位的转换 比如像这个平方米 它等于0.0015母 所以我们使用原有的面积 乘以0.0015就得到了母 而针对母呢 我们针对原有的面积乘以1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手动的 去输入这个系数呢 非常的繁琐 所以我创建了一个这样母和平方米的系数对应关系 那么接下来我在乘以这个系数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子来写 乘以我们用Vlookup来查找 查找这个平方米 然后呢在右边这个比对表里面去查找 按下F4锁定下区域 然后返回第二列 最后一个精确比配 输入一个火号回车 这里好像出现问题了 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呢 通常出现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我们平方米 这两个查找的数值呢 不匹配 我们编辑一下 发现这个平方米左边呢 有一个不可见的字符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Ctrl加H 替换查找定中呢 就是刚刚我们复制的这个不可见的字符 粘贴进来 替换为不输入任何东西 表示删除 点击全部替换 这样这个结果呢 就对了 然后我们向下填充公式 就快速的把平方米和母统一都转换成了 以母为单位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调整一下数据透视表的引用区域 把它改到激烈 然后呢 求合的面积我们改为统一单位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 统一为母的一个面积统计 好了 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帮你解决燃眉自己的营造小技巧 咱们下一节课再见